地藏王菩萨开示 大悲普光功德山佛昨日为心灵佛子开示法音讲解愿力之行 实乃修行人之根本 我地藏曾在几千节之前 因地狱不空事不成佛大愿力成就今日佛果 而等佛子须知修行以愿力成就学佛之慧命 愿力成就修行之功德 心灵法门有今日殊胜之因缘 乃观世音菩萨大愿力而为 而等佛子须向观世音菩萨学习慈悲大愿力 学习大悲普光功德山佛度娑婆众生的大悲愿力 我地藏之愿 乃悲悯地狱无名众生而发此愿力 愿地狱众生早日觉醒自心 超拔罪业往生极乐 今日 五地藏与莲花童子色生合一 以音声开示之 望心灵佛子多行愿力 而成就自身功德慧命 多行愿力 就把苦海众生离苦得乐 阿弥陀佛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莲花童子师父传达 2023年9月14日 14时10分 至少 明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